洪老闆 這個洪老闆是很可惡的 你看他也不是台灣船 他什麼設備台灣的 台灣什麼有沒有 衛星電話什麼設備 他船上都有 一夜熟你也不去查 電信機你就要去查 他到底是用有沒有 那什麼方法去申請 這個都有什麼 那涉及到什麼洪老闆 有沒有 犯罪的事實的 偽造文書的 對不對 我也很害羞 我也很倒楣 我上船兩個月才18天 就被抓 也是一樣 很冤枉 我們本來是不會被海盜抓的 我們本來是洪高雄 已經的時候 船身用衛星電話 已經跟船長講了差不多四五次了 這一代是有海盜 我們那天晚上 我們那天晚上已經小的在跑船的 那個洪正人 就是洪高雄的孩子 然後他那天早上是打電話給 那船長 那船長的時候 親口跟我說 我也有跟船長講 我說這邊已經海盜 那麼多 老闆已經 叫你跑開 他說沒有辦法 洪老闆 他的孩子 他說那這邊 雨很多 你就是在啊 那這邊補 你就是在這邊桌椅就好 你不要再跑了 我會跟我 父親的時候 解釋 我們才在椅的時候 那下溝 不然啊 我們 也不會被抓 今天我在這裡呢 真的是不得不特別提一個人 那就是李長宏先生 李董事長呢 是在 我們大概在五月份 六月份的時候 王曉斌有跟李董事長 討論這個事情 然後他當時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他一定要參與這個救人的工作 那 因為當時我們 最重要的 除了就是一個 談判的路線跟 談判的接觸方以外 對我們來講最重要的 可能就是以前 那李董事長當時就覺得說 好沒有問題 所有事情 他都願意做最後的提供者 那第一次的時候 他也提供了一筆 就是我們啟動基金 那一筆幾多基金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一筆幾多基金 感谢观看